現在我要教大家一個就是非常方便好用 可以讓你在各種backing track之間切換調性 然後還有速度的一個外掛插件程式 對,因為我先講解一下就是 通常我們想要到YouTube搜尋一個backing track 我們都會有調性上面的困擾跟速度上面的困擾 所以我們在搜尋的時候通常都會搜尋backing track 然後後面加上關鍵字我們要的速度啦 120ppm或者是 比如說想要降B調就打個降B這樣子 然後藉詞去搜尋特定關鍵字詞的一些音樂檔案這樣子 對,可是這樣就很不方便 因為每一個不同的backing track調性都不一樣 速度也不一樣 然後style也不一樣 有的時候你想要練特定的style 可是它沒有你想要的調性 或者是你想要的速度 就會變得很麻煩很不好應用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透過一個Google的外掛插件程式 幫我們達到這樣子的效果 就是轉調然後切換速度的效果 讓我們在YouTube上面搜尋 然後練習backing track的應用會更自由 然後更方便一點 那就我知道的部分就是 首先你要先有這個Google的外掛插 Google的游覽器 所以你要先想辦法下載這個Google的游覽器 這個樣子 因為它是Google的外掛插件 然後有了之後呢 你就直接在 在那個Google上面搜尋 就Chrome就是它的那個游覽器 然後再加上Transpose 然後應該就會找到這一個 就是Transpose Pitch Speed 然後Loop for Videos 這樣子 然後它就是一個外掛插件 點進去去下載 這個 這個 對 然後它的圖案大概長這樣子 然後下載下來了以後 它你可以把它固定在右上角 這邊 這樣子 對 然後就會很方便可以使用 那 在有了這個東西了以後 變成說 你的練習 你在上面搜尋 你只需要打一個Baking Track 這樣子 然後 找一個你喜歡的Style 你不用管調性 也不用管速度 基本上啦 就是 呃 只是稍微更自由一點 因為 畢竟 你知道轉調了 或者是轉速度 那個音質稍微會變怪一點 所以 盡量也不要差太多 但是 至少我們有這個自由的 呃 更自由的一個選擇 然後像比如說這一個 它是 升C 升C小調 這一個 它是升C小調 也就是E大調 那 假設我現在要把它轉成C調 所以 要把它往下降四個半音 所以我點進來 好現在是E大調的聲音 然後升C小調 然後 我就可以用這個插件 把它往下降四個半音 有沒有 它就變了 所以我可以藉由這樣子 有沒有 它就可以自由的去切換各種調性 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我也覺得超好用的一個 一個 事情是 它這裡有Tap 所以我可以去點 用滑鼠點這個速度 所以我可以去點 所以大概是77 所以這個時候我在調這個速度的時候 我就可以知道說我降了多少速度 然後現在是多少BPM 降了83%的速度 現在是64的BPM 我就可以比較精準的去 去做速度上面的認知 然後還有練習 因為像我們也知道 YouTube它有放慢的功能 跟加快的功能 可是 我們都只有25%的倍數可以去做調整而已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做到非常細的速度上面調整 可是這一個外掛的插件就幫我們達到了這樣子的功能 對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東西 這邊還有Loop 如果有人有需要比如說抓歌啊 或是什麼的 其實這個也都非常方便 非常的好用 對 只是我自己在練習上面 我Speed跟Transpose這個用的比較多而已 這樣 那這個非常方便的功能 介紹給大家 謝謝